台电公司今年再度荣获教育部体育推手奖三大奖项 公司六支球队的经营努力获得高度肯定 9月8号这天台电特地举办球队分享交流会 在九九体育节前夕各球队人员起居一堂 分享彼此在球队的心路历程及性情故事 有一次教练他们比完赛 然后我们刚好也在板桥比赛 然后教练就特地带他的球员从比赛的场地赶到板桥 然后还为大家加油这样 那今年联赛的时候呢 那个雨球队的教练也有带着雨球队一起来帮我们加油 那那瞬间我就会觉得说 在台电市的大家 虽然大家都是不同的专场 可是大家的心其实都是细在一起的这样 除了扶植六支球队 台电近年来也任养各电厂周边学校球队 更在暑假期间扩大举办各式球类下令营 甚至前进六规、纳玛夏等山区 将欢笑及学习资源带给偏向的学童 在付出的同时 也让球员们体验了不同于以往的感动 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 天啊 我们教练怎么这么有信心的就是教我们真的很厉害 我们真的教小朋友真的哭不怕 可能一个动作要一直讲很多遍 他们才听得懂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当他们学会体验到你所教的动作 那心情真的很感动 球队确实没有错 打球赢球是核心 可是不是唯一 除了这些之外 我刚刚讲的那些精神上的修炼 跟这个社会上互动的这些修炼 都会回过头来帮助你把球打好 台电生跟体育培育人才 术实在不断电 透过分享交流会 各球队在交流经验 凝聚情感之余 也更加体验到 身为国营事业球队一份子的使命 未来除了精进球技追求卓越成绩 台电球队将持续回馈社会 将运动风气散播到每个角落 陈婷与李俊杰台北报道